中国外交部网站今天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 报告全文约1.5万字 通过列举事实、数字和各国相关机构、人事以及专家观点 梳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 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民主的危害 以期美国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和实践 对外改弦一辙 报告说当下的美国对内应切实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 完善自身民主制度 对外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而不是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 以价值观为手段划分阵营 打着民主的旗号行干涉、颠覆、侵略之时